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国第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国勇 最近有淡淡的哀愁 大家不知道会记得会 说的买不乱啦 我当然就跟大家说 但没有缺那么多 有人囤积 现在我跟大家说 农委会专案进口的团队 现在咱们开始铺货了 北部的量饭店开卖 所以大家都买得对了 因为 现在开始买得对的时候 同时囤积蛋的人 现在要怎样 囤积了这么多的蛋 他现在要开始出来卖了 但是你放太久了 有问题了 因为团队不可能让你放太久 所以这个时候 竟然有人在来 开始说他在买团队 诶 乡型车开的 没过一只没两块 诶 鸡蛋一个卖两块钱 请问你哪来那么多鸡蛋 显然他当时有囤积 他还跟你讲哦 我的一只没两块 我不保证他的新鲜度哦 所以后来我不知道哦 诶 现在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 所以验证当时在我们的节目 我们告诉大家 蛋并没有缺这么多 大概只缺5%到7% 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就是有人会买不到蛋 而且还到处讲 到处来讲说 好 我的政府两个没法 让人民买不买 这有没有推波助澜 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开始有人在两个拼出来 所以政府还开始要查 其实真正就在查 现在要查更加认真的 让这些人现成 让大家知道 软来的东西是有人在修理这政党 是不是这样呢 另外我们要看到 最近我们西部的海域 我们的海域发现了浮尸 就是有大体出现 是不是也有人打算如火炮制的 要把这个责任推给政府呢 我要把这个问题也要让大家来了解 每年到底会有怎么样的这些问题出现 还有到底台湾有多好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跑到台湾来 大家看看 如果台湾是这么的好 为什么我们自己自己看不起自己呢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也要来看看这些相关的问题 另外我们看看小英总统出访的行程 目前已经抵达了纽约 不但AIT主席来接机 纽泽西的州长也一起来参加了宴会 不是说官员不会来参加吗 请问纽泽西的州长算不算官员呢 大家都在问 所以现在小英和州长见面了以后 这里面是不是隐藏的台美之间 有怎么样微妙的关系呢 不过另一个方面 在中国访问的马英九 今天大家去到夕市 跑去武汉看什么 看新冠肺炎的专题展 而且是中国说他们让全世界抵挡住了新冠肺炎 所有的建议都是白人的 所有的性截都是他们中国的 这个是马英九又给他展示 马英九竟然说中国控制的疫情 是对人类的贡献 有没有睁着眼睛说瞎话 不然马英九当然是没有在台湾生活 难道他跟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空间吗 相关的议题我让大家一起来讨论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立法员莊瑞雄 瑞雄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的台北市議員洪建益 建益 大家好 我们的政务评委员余妹妹妹 大家好 我们的立法员蔡逸余 大家好 我们的国民党发言人萧敬妍 敬妍 大家好 我们的直升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让大家看 我要给大家看这个进展 要给大家先控制一下 大家知道 两个比较大了比较好比较好 大一粒的营养比较好 碎一粒的营养比较好 大家知道 兩粒差不多一粒幾粒 你知道吗 要给大家看一把 你不要看起来 七色一粒的 隔下去 绿壳的 绿色壳的蛋 他是什么机身的 你知道吗 不要看到绿色壳的蛋不敢吃 好好的吃 营养很好 我要先给大家了解 内科出现箱形车来卖结缘蛋 网友风向一面倒 一面倒是什么 干嘛 网友爆料 都是集齐蛋品質無法保證 出現大量出售 未標示生產日期與效期的散彈貼文 甚至有人直接將箱形車 停在內湖科學園區路邊販賣結圓蛋 多少? 一顆三塊 一顆三塊 這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我當時就跟大家講 我們台灣每一天消費12萬箱的蛋 我們之前在缺蛋的時候 我們至少一天還有11.2萬箱到11.4萬箱 所以我們只缺幾% 缺5%而已 5%有缺嗎?當然有缺 但是有缺到你也沒有 為什麼沒有變成這樣 所以你就看在日幻年 在那裡就黑白嗎? 有道理嗎? 現在發現果然是有人囤積蛋 我當時就講一定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怎麼來看那名譽 我們先來講 就是說今天內湖出現了這個叫做結緣蛋 結緣蛋 那他現在說什麼一包100塊錢 然後大家去細算 就一顆才三塊錢 可能這個瑞雄委員有碰到更便宜的 好那坦白講這個結緣蛋 真的是不要買了 因為坦白講我們的雞蛋要跟各位觀眾分享 我們有生產日期跟孝期 那這個結緣蛋說穿了 他就是之前囤蛋囤太久 現在賣不出去了 所以他現在趕快就是在 他這個可能生產日期 不知道過了沒 因為進口的蛋現在進來蛋很多了 是 對 那坦白講這個我們說他上面沒有生產日期 沒有孝期 你買到是不是臭雞蛋 你不曉得 搞不好你攤便宜 那個好像一顆來三塊錢 一包100塊你買回去 打開來都是炒的 而且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那個如果過期的雞蛋 他有一個叫做沙門氏菌 沙門氏菌就是你吃了之後可能 就是說對腸胃不好 會拉肚子 是 而且你可能對小朋友更不好 因為小孩子都喜歡吃雞蛋 SAMONIA如果太多的話是很危險的 當然SAMONIA大家都有 但是只要60度的開水 這樣沖下去大概幾秒鐘 他就可以把細菌殺死 問題是他很多的話你又處理不好 手沾到碰到 那可能就危險了 對 所以我們的節目當然還有衛教的功能 那你對家人的健康 就是小朋友的影響 所以就是說這個蛋是真的真的賣賣的 那坦白講就是說今天大家對於這個內湖 這個出現這種什麼結緣蛋 一點都不同情 因為這些人就是說之前看準了 就趕快囤蛋 好像之前要囤衛生紙一樣 那我們說之前衛生紙你沒有孝期 你可能囤 不過有很多潮濕 可能衛生紙就濕濕 那我們就說雞蛋跟衛生紙這種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雞蛋是有孝期 你不要囤 不要囤 不要囤 我們在用狗節目講這麼多次了 還是不停 就現在好了 你現在看這個進口蛋也進來了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蛋賣不出去 你變得燙燙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一點都不值得通情 我最後講一下了 就是說現在進口蛋進來了 那我想我覺得還是很多民眾會開始嘴 因為我看現在有一些媒體就開始帶風向 進口蛋顏色比較淡 然後說口感比較不好 不要再挑了好不好 不然你要什麼蛋就每個人一定要買 那種土雞蛋 紅殼雞蛋嗎 但是我覺得新鮮最重要 新鮮最重要 因為其實你進口蛋 如果你覺得味道比較淡或怎麼樣的 你可以就是調味 或是你可以煮一些料理 真的沒差那只是說最後要提醒大家 如果說你要看你那個蛋到底新不新鮮 四招就好 簡單來講你就看蛋殼是比較粗糙的 另外你把它拿到燈底下看透明度比較高的 還有你去量一量那個蛋比較重的 那就是說以按照你買蛋的這些標準來看的話 簡單來教大家就是說比較能夠判別這個蛋到底是新鮮的 還是說已經過期的臭雞蛋 要跟大家報告 我媽媽在挑雞蛋都是挑比較小的 對 為什麼你知不知道 因為小的蛋就是年輕的雞生的 老母雞生的蛋都比較大 所以你們兩斤越大顆 我告訴你那是老母雞生的 當然年輕的會比較好 所以剛剛講的蛋殼會粗一點點的 就是年輕的蛋 還有一斤蛋大約幾顆 你知道嗎 不知道嗎 我告訴你 大概十顆左右 這樣你來的 所以他說一包一百塊大概會有三十顆 所以眼睛一看大概一顆三塊 很危險 所以再跟你講 我們的蛋有白殼的 紅殼的 還有綠殼的 綠殼 白殼 紅殼 綠殼其實營養都一樣 所以說什麼進口的蛋 什麼味道比較淡 有那個事情 什麼都可以這樣子來辟集 這個是不對的 那綠殼的蛋是什麼雞的 你知不知道 黑骨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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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補 大家都想到有補 其實營養一樣 沒有差 我們這裡有農業線來的 一個是蔡玉瑜 一個是莊蕾雄 怎麼說玉瑜 這兩個事情要怎麼看 基本上兩人應該是我們這樣說起來 因為兩人騎在雞農的身材是 那個身份有提高 因為現在那個番賣 國賊有米 價格都是高檔 市場有興趣 市場有興趣到很多 所以對這些蛋農來說 他們的身份提高 所以相對他們的價值也會增加 如果這個市場機制這是沒問題 現在問題是出席說 哇 現在為今年的這個氣候啦 有時冬有時冷 我們這些蛋農 因為基本上 他們都沒有加工 都把它做現代化 都是傳統的那種雞腸 這些是漸漸多數 差不多九成多 台灣差不多有 一千六百一十三個彈機場 該做水連的差不多七十五種 還有割層的五十九種 所以加起來你看 差不多九成是傳統的雞腸 所以這個傳統的雞腸 封到雞腸就是潛流感 都佔不住 所以就比 主要就是說封到這個潛流感的問題 再來就因為這個氣候 有時冷 有時冷 這個軟 它的激軟 補軟的那個 那個產蛋 產蛋率 實在就下降了 所以現在這樣看起來差不多 現在台灣差不多一天啦 差不多在十一萬點三萬萬箱 一箱差不多就是兩百顆 所以這樣說起來 跟我們台灣平均一天要消費的 就差不多十二萬箱 差不多就差 差不多一天差不多一百四十萬 粒的機場 所以一天只是差這樣 所以就剛才用一個 開中密說差五百 差不多五百至七百 對 差五百至七百 現在都不差 因為我們現在有幾億 幾億 來來來 現在已經進了 現在 破育科的進口彈要來 這個蛋方是馬上可以解決啦 不過現在我們覺得很不可理的 就是說 是這個上 或是這個五百的缺額 現在我們的農委會也有寄出政策啊 你如果現在雜重點 還是說 做給兩個位 他們可以取得的蛋 有那麼多 所以這五百是這個上 為那邊去喊多 八成 大家應該是要買得到兩個 所以照理是這樣 因為那很多雜重點 他說我一天我憲 我憲我可以拿兩雙的 所以我的生意 像我做蛋餅的 我的生意我就沒辦法做那 做到那一年順 我還是人客比較多的 我沒辦法做 所以有的現在的那個 炸兩點 他會選定說 啊不然我這段時間先休息 這我們都可以拿回來 但是重點就是說 紀念有基礎政策 要解決這五百的問題 要欠人 欠到這樣 現在來 說這一萬一萬一億 一億顆的雞蛋要進來之後 哇 開始有人 這是要結緣蛋 這個蛋 這個蛋開始 要做一次要賣出去 問題就是這裡嘛 我先給大家互用 我們人從來沒有一顆 降到三塊過 這麼多久的時間 沒有一顆三塊 所以在我們來 我也互用警察局 內湖分局 查出這個車號一定 台北市的監視器很清楚 查出車號找到這個人 還社會大眾一個疑慮 讓大眾知道說 到底這個人為什麼拿這個蛋 一顆三塊錢出來賣 而且台北市裡面的蛋 多久沒有一顆三塊錢了 所以大家 什麼結緣蛋那是騙你的 那是要讓你肚子痛 讓你破賣千萬五千萬 現在我們的相關單位已經在查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 當時有人囤積蛋 蛋的保鮮期 如果常溫大概兩個禮拜 讓你放在冰箱冷藏 最多一塊月 我們等時候開始欠 差不多一塊月以前嘛 所以這些人 如果那個時候開始囤積 放到現在 你看看他們兩個會新鮮還是不新鮮 所以我要大家說要注意 不要去買那種人吃下去 打敗身體 我們要把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的蛋每天消耗 平均全台灣所有的老百姓 大概平均每一年一個人吃掉三百八十顆的蛋 那我們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你吃掉三百八十顆的蛋 一天吃一顆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一天大概需要兩千四百萬顆蛋 這是台灣的消耗量 所以我們一天要十二萬收 一收兩百兩千四百萬 但是我們現在一天差不多有11.2萬 至11.4萬收 所以我們差不多五百至七百 所以我告訴大家 我為什麼要為這件事要告訴大家 第一個 也藉這個機會讓觀眾朋友了解 我們蛋的消耗量是什麼 不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看到七百的蛋 也不用說怎麼樣 那就是五百粒的蛋 讓大家知道 如果八百當然還會分析 那紅粒的紅粒 這大家知道 所以其實營養價值都一樣 照這個機會讓大家說 政府做得很好 因為全世界都在缺氧 美國台五千幾萬吃的粒 日本台一千五百幾萬吃的粒 我們台灣這台六七十萬吃的粒而已 所以你如果比較起來 我們好很多 美國兩筆 我們再貴有夠多 再缺更多 所以我藉這個機會要告訴大家 我們要對政府的這些措施要有信心 可是當時的這樣子 來批評 用各種認知戰 來批評我們的政府 包括中國說 台灣買不到雞蛋 中國就這樣說 所以我在這裡借這個機會讓大家了解 所以雞蛋的事情 我們一開場 要讓大家了解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除了雞蛋以外 我想要讓大家了解說 有很多地方大家要看清楚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看看 偷渡圈說台灣治安好 眾人權是移工的首選 所以我們台灣治安很好 中人權 所以所有的移工都想要來台灣 尤其我們台灣的薪水沒有什麼壓低的 我們是按照國際的標準 有最低工資的限制 所以大家都要來台灣 最近我們看了我們的西邊海岸 發現了一些浮屍 怎麼來 有人開始用這個又要想來罵政府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之前有跟我們通報 已經提列的這個是四名越南籍 然後有七名是已經確認身份 四名還沒有確認 那應該還有三具的一個遺體 待搜尋 不過目前這個調查起來 基本上是應該是跟脫脫案件比較有關係 2月底在高雄第二港口外海 發現一具女性浮屍 死者為一名越南籍的成性女子 過去曾在台灣打黑工遭到遣返 丈夫則還在台灣工作 不排除是為了相聚 才會冒險搭船來台 高雄港外海1.4海里處 有浮屍一具 將持續擴大追查 本案落海原因 這個月7號彰化王公漁港外海 離岸風機平台上發現的男性干屍 目前身份不明 巧合的是彰化方越外海 3月初還曾出現一艘中國通報 遺失的玻璃纖維漁船 是不是越南偷渡客搭乘的船隻 有待調查 那目前可以確認說 這其中7位越南籍就是 當時他們提供的這個 14人名單當中的7位 而從2月18號到3月29號為止 台灣沿海發現了20具浮屍 其中9具是本國籍 排除跟偷渡案有關 而14名越南偷渡客中 有一半在海上罹難 高檢署統籌7個地檢署 釐清真相 如果是單純偷渡來台 則朝露出國籍移民法處理 但如果有人神集團在台接應 則往人口販運防治法方向偵辦 所以要讓大家了解說 台灣因為治安好 眾人權移工都喜歡來 所以我們看看說 越南偷渡的熱線 先到中國再坐船來台灣 越南移工在台灣失聯高達5萬多 的確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有最低工資的限制 所以來到台灣 他有基本工資 他不用怕 他跟台灣的工人 都一樣的待遇 而且台灣有健保 他不用怕破壁之後 在他們所工作的錢 全部發光光 不會有健保 而且台灣自然好 到哪裡 我們對移工都非常非常的友善 我們再看看以前 曾經發生什麼事 有四個越南的旅遊團來到台灣 一百五十三個團員 繞跑一百五十二個 在那裡 那個導遊沒跑 寧隊沒跑 村的跑掉了 但是一百五十二個 我統統給他抓回來了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這是我在當內政部長的時候發生的事 假觀光偵透度 越南旅客曾經在多國集體逃跑 但是在台灣逃跑了 他們特別喜歡來台灣 因為看起來大家都一樣 分不出來 以人蛇丟包 台灣沿海三月以來 撈獲了二十具的浮屍 哇 這個聽起來好像很嚇人喔 我要讓大家看 發現二十具的浮屍 是從上個月十八到昨天 九名台籍為青森 其中有九個是我們台灣人 青森意外落水 還有七名是越南人 另有四名身份代比對 那蔡明恩國安局長說 會查查是否涉及人口販運 或者偷渡走私 那內政部長劉用昌說 死因爲青森落落袍的 跟落海的跟偷渡沒有關係 這一部分是九句 那現在大家看到了 又來了 選舉到了 你看 國民黨想要選立委的羅志強 他怎麼講 馬英九執政那八年 可曾見過這麼多浮屍嗎 意思說馬英九 主政那八年都沒有浮屍的意思 也沒有那麼多啦 請蔡英文看看他自然下的台灣 自然敗外到什麼程度 連這個都可以來講 那我要讓大家看 馬英九什麼時候當總統 2008年對不對 97年馬英九 那一年152句 98年147句 99年也是馬英九喔 113句 100年93句 101年104句 102年111句 103年103句 104年91句 一直到105年 還有103句 所以馬英九在任的時候 有少過嗎 比現在還多了 他有沒有去看看 這個 我跟大家講 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 是確實的數據 所以我要大家說 拜託 連這個都可以拿來當作 選舉等等相關的說嘴 水翁 你看看 浮世安平傳 羅志強封馬菜執政的差別 我們來讓數據說話吧 是不是 這個就是羅志強自己本身要選舉 這個叫做蹭勝亮 像這樣的一個有志於 再更上一層樓 要進到立法院 用這樣的一個問政方式 實在是不好 你看 剛才我看佑國開始在說 不要叫做總統的時候 浮世到底有多少 其實我們的政府很近 當年 這個都是一個統計的一個數字 沒有必要有的選議 你看看 有浮世 你看在那裡就是多少 這個空空洪洪 你知道嗎 越南 他要算國民所得比較多 他當然 國民所得比較多的人 他都要去外面賺錢 看他都賺多少錢 越南其實賺錢 是去哪裡賺錢 由於是白月 那一個就交到中國 而且還不必坐船 是 他去到中國後 像你說中國土地 那裡人看 他就在那裡吃頭路就好 他說不是 他還要坐飛車 到那裡 去到中國 用中國的船 再偷渡到台灣 坐準了 看是坐到公海 還用三萬去接 或是偷渡過來 為什麼要到台灣 就很簡單 這些在越南的人 為什麼會那麼多人 會到台灣來 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這裡比較好賺錢 第二點就是說 這地安還是不錯 這裡的人文環境 他覺得說來台灣賺錢 他覺得很爽 對劉鋼來講 所以羅斯長這樣講 其實都不對 但是看到說這個數字 三月這樣 二十八到三月的時候 二十幾天的時候 二十具服飾的時候 我們政府也嚇到你 你知道嗎 你看群組大家開始傳 這個是不是中國的問題 會不會有國安的一個問題 這樣政府事實出來做一個澄清 也不是一件的一個壞事 國安局也出來講 你說這個到底會不會有國安問題 我也認為會有國安問題 是不是人蛇集團 我想想也很有可能 就是說 為什麼要送他來 這個會不會是人蛇集團丟包 很有可能丟包 怎麼說 那你如果說一個六甲 要到台灣 首相會比較高 中介會比較高 所以他不是說我為越南 我就這樣帶頭選來中國 中國之後再接住之後 不管是不是人蛇集團 既就他的仲介會都會陷害 但是可惜就是 覺得很不幸的就是 人命 你給我方應一個看 為了要去他鄉外里 要來探訣 結果你看 就變成 出現的時候已經變成是一個浮屍 所以我們站在國安單位的一個立場來看的話 政府也有一個責任 如果是人蛇集團 哪怕 你只是為了賺那一層的 我就 一個散板 或是一個磚子在那 在載人要賺錢 但是你也不能載到公開之後 當然他賺下去之後 那畢竟是人的性命 那個 這些人蛇集團人口販運 我們一定要神之以法 有這些問題一定要拿 所以我是認為這樣 就是說我們這個政務這裡 外南政府其實也有一點點進院 外南政府他算不知 他的國民 那些人走到台灣 國民要升這條總結費用料 他現在這樣放任營一邊 有市場 不知道有人會做這個販運人口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台灣跟外南那 我們也有司法的一個互助 這部分 我今天要來上節目 我也特別去問過 就是說我們也有這種消息 總共外南的一個政府 政府對政府來 大家一起合作這樣 才能消滅 不然都是不幸 但是把他導成說是台灣的治安不好 所以出現這麼多浮屍 亂說 剛才倒病 我要讓大家了解 這些人口販運一定要抓 台灣的人口販運在全世界的評比 美國對台灣人口販運的阻止 人口販運的這些相關的作為 美國已經連續14年給台灣第一級 A級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連續14年 包括從馬英九一直到蔡英文 整個的時間裡面 我們都是第一級 所以馬英九他執政的時候 那國民黨這些人相當清楚 尤其羅志強 他不是說他就馬英九的左右手嗎 難道他不清楚 我們的人口販運整整 都是第一名嗎 他知道 可是 刻意要講說 什麼蔡英文 看看他治安治以下的台灣 治安壞到什麼程度 硬要這樣子來亂栽贓 看看 這20句 看看馬英九在內的時候 單單97年152句 98年147句等等 這樣子可以空口說白話嗎 治安有這麼差 所以才會有這些浮屍嗎 我們再來看 為什麼在偷渡人藥 因為台灣治安好 眾人權 是移工的首選 所以我要講 可以這樣真正眼睛說瞎話嗎 所以啊 實在撞不住啦 政賢 您好朋友羅志強看 當然大家都要選舉 可能會有不同的議題關注度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 但我覺得 講真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人口犯運等等 這個一直都在 全球各地都是 然後包含像我們看很多這個 洋片 你說在這個歐洲這一塊很嚴重 那我覺得這個 有一個特別要注意 就是說 你這14個人裡面 就是這幾句扶持裡面 然後有14個人是這個 前面就已經有查到說 他們疑似想要從這個越南再過來台灣 然後現在是說查了之後 裡面有這個 7句遺體是跟這個名單相符的 那可以有另外有9句他是 本國籍的 那當然現在內政部說 可能是意外落水 有幾個已經查出來 本國籍有 因為他有可能有青森的 我們再次講不要青森 生命成可貴 所以你有什麼問題 你一定要可以跟生命線聯絡 但是裡面有青森 有不勝落海 沒有找到 去找他掉了 現在找到了 就是這樣 對 只是說在這個時間 你看好被找到 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一次那麼多 民眾會恐慌嗎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個時候應該是 我們趕快把這些調查清楚 然後另外我去查一下資料 他裡面就是從這些浮屍案件 最早就是在上個月 這個27號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句 這個陳姓女遺公 他是越南籍的遺體 結果他先生他是在台灣 他先生在台灣 然後他說當初就是他的太太 然後被抓到他是這個非法過來 所以他被遣返回去 那被遣返回去怎麼會突然發現他的遺體 因為遣返回去以後他就偷渡在來 會不會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在遣返 來我跟大家講 遣返以後 他一定管制一段時間不能來 可是他為了要來 尤其他現在在台灣 他就選擇偷渡 我們曾經移民署抓過一些偷渡的 他就是被遣返的移工 他又偷渡來又被抓到 然後呢 還有那個偷渡的被抓過三次的 你看看他多愛台灣 所以 不過我 靖遠我還是一句話 台灣的治安好 大家都喜歡來台灣 所以大家看 治安好 眾人權 移工首選 這跟治安無關 他怎麼可以講說是因為治安的問題 為什麼他不想一想 滿意久再任的時候 到底有多少 為什麼不這樣 可以這樣真的已經說 說笑話嗎 當然我剛才那個舉例不排除 當然一方面他可能覺得台灣治安好 他想要再來工作 第二個就是說他先生在這邊 他也想來找他先生 可是現在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些人如果真的他又在偷渡來 現在是因為不幸發生意外 所以被大家發現這件事 如果他真的偷渡來 那他們成為非法的移工 那會不會最後背後牽扯到人口販運等等這一些的 那這樣子確實會對我們的治安造成疑慮 我覺得或許羅志強想要講的是這個意思 但是 確實 反正數據攤出來 這個從以前到現在都有 也不是說馬政府執政就一定沒有 這個我要再講 執政就會有 我要再提一下 沒有羅志強不是這樣 羅志強怎麼講 我再唸給大家聽 馬英九執政那八年 可曾見過這麼多具的浮屍案 他是針對浮屍不是這樣 然後用浮屍再來簽治安 所以羅志強這很清楚這樣子 所以齁 建議 是 這個羅志強 為了要選立委 可以這樣亂講嗎 一個總統府副秘書長 台北市市議員雖然他沒有借 但是我必須要講的就是說 你今天說因為移工二十多具浮屍 導致於台灣治安不好 我跟你說 為什麼這些人要來台灣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些外勞要來台灣 非法打工 我直接跟你說 全世界抓到非法打工 最有人性的就是台灣 到浸屋去吃好用好 花好沒有錢來幫你買機票回去 現在我們不叫浸屋 我們叫收容所 收容所 我以前都叫浸屋 所以我說為什麼他們要來 原因就是在這裡 台灣其實是比較有人道的一個國家 所以一些人拼命地想到台灣來 但是你羅志強用這個問題 來講到台灣的治安不好 全世界都屏蔽 台灣是一個最適合居住的城市跟國家 為什麼 我們台灣的治安 好到全世界都黑了 所以我覺得羅志強如果要照這樣來說 你做到一個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你現在為了選舉去四四而非 而且你打臉馬英九 馬英九現在已經不夠行 你要讓馬英九更紅一點嗎 第二 你要身為一個國會議員 想要競爭一個國會議員 看起來你要選大安區 是真好條 但是你當了國會議員 難道你還用這種不對的資料 來騙台灣的民眾嗎 我只能說 許巧新 王鴻輝 一直到這次的淡淡危機 甚至於所謂宜卵集台 這種言論已經習慣了 騙台灣人民 台灣的治安沒有想像中那麼壞 台灣的治安 其實在台北市來講 破獲率刑事案件是百分之百 所以大家不要聽羅志強為了選舉去講這些 說實話要聽 混淆視聽的話絕對不可能 我把幾個數據要講台灣的治安有多好 我跟大家講 我們這些槍界的這些槍擊案 破案率百分之百 我要跟大家報告 當然有的是破案的時間要長一點 有的短一點 是這樣子 但是百分之百